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自己从小就是个怕水的亥鸭子 他是个失败者 于是安慰自己 离开这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他想要上吊自杀 又被警报声打扰 犹豫之中又觉得死也不是一件着急的事 失败者是需要外界给予希望的 所以他会被穿穿红的甜味 感动得满脸泪水 会在每一次在沙滩上写字之后 搜寻从墙上抛下的瓶子 会拒绝送餐小哥不辞辛苦的送来的炸酱面 认为这个摧毁了他的希望 会在台风之后的搜救人员过来 让他离开荒岛时劝责拒绝 因为这会让他收不到必有的来信 整个电影在捕鱼 种菜 做炸酱面这些细节上 做的太像是真人秀的节目了 今生仅想学着古人 采用钻木取火的方式生活 发现这东西一点作用也没有 一气之下 用打火机点了烟 开始抽烟 他也不需要砍柴伐木 搭建房屋 小鸭子船就是他的房子 与其说这是荒岛生活 不如说这是流浪汉的生活 而且他也不必面临路人的眼光 和同行的竞争 真是美好 所以他才会格外留恋 外卖小哥费了那样大的力气 把炸酱面送来了 他以炸酱面是他的希望为由 把东西拒绝了 这是个很华丽的弱者的借口 种植玉米并非是怎样了不起的做法 只有弱者才会总是 以阶段性的成就来鼓励自己 他完全可以和外卖小哥 一同回到城市里 也完全可以跟外卖小哥 一起去寻找自己的笔友 和笔友把想说的话当面说清楚 如果电影只是在讲一个 户外真人秀一样的故事 那也不坏 因为观众可以随着主人公 一起暂时逃避生活的压力 然而阿乐乌都是假象 台风之后 搜救人员发现了金圣锦 在荒岛上的非法居住 将他赶走 当金圣锦打算乘公交车的时候 掏出钱夹 接起钉的一声 成功读取交通卡的时候 他便发现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本身 荒岛生活只是一种逃避 就像是一个很长的梦一样 他醒来了 然后生活仍会继续 我是小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略影时光 转发会来到几个月事的